我就去檢查 結果那個醫生就說 我這邊主射大概42% 這一條血管彩排 因為彩排一次要30萬 那我如果有那麼多錢 我就不用去補助了 大家好 我是康康 最近我出的新專輯 康康康樂隊 康樂鼓掌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其實一夜白髮是比較誇大 大概一月白髮 就是一個月裡面 因為去年2020年 大家知道就是疫情來了 然後很多人都生病了 然後很多地方也不能去表演 包括節目 那我本來就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節目 偶爾上上通告 或者出國去表演 那完全都沒有 完全沒有的話 你染頭髮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上台 那你沒有舞台的時候 就不需要染頭髮 所以你就把它 就沒有去染 然後鬍子也沒有去刮 然後就一個月過了 兩個月過了 三個月過了 半年過了 就變成現在這個造型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在籌備新專輯了 所以後來新專輯就乾脆就用這個造型 跟大家見面 而且專輯裡面的歌都是我們 都是我自己的創作 那藝術家本來就是沒有 就比較不修蝙蝠啦 那所以後來就想 那就用這個造型來跟大家見面 所以一夜白髮就是這樣傳出來 因為你出片了嘛 然後很多媒體就會來問啊 最近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關心到 2020年有很多好朋友都離開我們 然後真正 最重要的還是健康 然後去年有一個事情就是 聲歌啊 他就是突然取消演唱會嘛 二十幾年來取消 那他的原因就是 他好像那個食道 口腔 口腔長東西嘛 所以他就要修養 大家知道我跟聲哥感情好像也不錯 就問我說有沒有會害怕這種 因為聲哥他每天都在運動啊 跑步啊 騎腳踏車游泳 結果他防不勝防 竟然是那個口腔出問題 所以就是有時候 健康是很難講的嘛 不是我們能掌握 那媒體就有人問說 那我有沒有什麼 什麼哪裡健康有沒有怎麼樣 我說我就是在有一天 三月的時候吧 那去年三月有一天起來 剛好投暈目線 然後很想吐 我就去檢查 結果那個醫生就說 我這邊主射大概 百分之四十二 這一條血管嘛 然後結果 說百分之五十就會中風 那我覺得老天爺也很眷戀我 他有給我這個 先讓警告我 我才知道嘛 有的人去 可能你去檢查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那所以我就從那時候 那時候我女兒才一歲嘛 一歲多 我想說不行不行 這麼小我要好好的照顧 不能生下來沒有養人家就走 對啊 而我太太那麼年輕 那我就開始去飲食啊 然後運動啊 還有一些生活習慣啊 都慢慢去改 然後就變成說 比較瘦一點嘛 看起來精神也很好 這樣大概有做多少公斤嗎 其實瘦不多大概四五公斤 可是別人看起來都覺得我好像瘦了快十公斤 後來我發現就是因為以前有喝酒 所以是水腫 因為這個 因為我以前如果 只要發片 我就要稍微瘦一點 可是我怎麼瘦 我的臉還是腫的 到現在就感覺好像 臉是尖的 沒有浮腫這樣 然後再加上鬍子 可能有修容的感覺 這樣看起來就是 再瘦下去就有一點像 所以不能也不能太瘦啦 健康就好 理財的歸後或是健康的歸後 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我都很滿足現狀 就是 我除了出唱片或者是出書 還是說我有演唱會 還是說有什麼脫口秀的別樣 我才會安排上通告嘛 對啊 但平常的話也很少上節目 那就是挑著節目上 像基本上出外景都沒有再出了 因為覺得體力已經不是像 以前那麼年輕的時候 所以就比較慎選通告了 身體重壓不要輕易投資啦 生活這樣子不要太累 其實隔行如隔山啊 像現在網紅啊 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是 我也康康的網紅日誌 那我那個網紅是往日很紅嘛 就是有一點自嘲嘛 幽默感嘛 可是我們拍一拍好像 來看的人並沒有很多 只有這個幾百個人這樣 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自己拍了自己經驗嘛 所以這個隔行如隔山 其實我一直拍的都是小孩的日常 跟我的一些工作狀況嘛 但是好像觀眾也不是很想要看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好像應該要有一個team 一個看要怎麼來規劃這樣 柔時峰他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嘛 然後台哥啊 台哥嘛 因為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為 因為我們都算是比較資深一點 然後資深一點要來經營這個就 就沒那麼容易 但是你要把那個 那個叫什麼 身段要放下 我看台哥在找 他當然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還開演唱會嘛 對啊 就是他在裡面自己還叫阿公嘛 就意思說他就是比較老的嘛 對啊 羅時峰就到出去找人家 問說認不認識他 對啊 其實不會啦 怎麼可能 其實現在比較偏愛女兒 是因為他年紀比較小 他比較才兩歲嘛 可是當我兒子兩歲的時候 我也是很愛他 像說我有跟兒子唱一首歌叫 哭哭哭哭哭 那我就想說 那女兒我要唱什麼歌 跟他一起 可是他現在才兩歲嘛 要等他會唱 就是公平啦 那之前有唱那個 《哪裏留愛的》 是給兒子的嘛 那這一次新專輯 就唱那個高怪音樂 是給女兒的 就是很平均啦 我覺得別人的孩子我不知道 那我自己的孩子 我覺得基本上 不要太早啊 你說像憲哥的女兒 她也是大學畢業 她國外回來 然後就是學生的時候 好好的先把那個學業 就是學問 學問先充實好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有才華再進來 要不然沒有的話就是 丟人現眼這樣 我覺得啦 但是他如果真的有興趣 的話再說嘛 但是目前我兒子好像沒什麼興趣 對 我們這一次的新專輯 應該是因為全台灣沒有人做過嘛 所以就是一次在錄音室 同時錄音 然後同時有60個觀眾 戴上耳機來聽 這是沒有人做過 可是在國外有人做過 那我當時要申請這個補助的時候 就是有評審有質疑說 有辦法做到這樣 因為我們也沒有彩排 因為彩排一次要40萬 那我如果有那麼多錢 我就不用去補助了 申請補助 所以後來我們也是 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一直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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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就是完成了這一次的演出 然後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很難忘的演出 又是一些很難忘的計畫 還有一年很難忘的 也要學會